日詞的上主,我們都為近日在這個社會的過程,這個事件當中 我們知道有很多人受傷 不論身心靈,或者不論是我們受傷的青年,無辜的青年 或者那些可能受傷的警察,或者是其他可能很高的人 我們這一刻都為他們,都為他們的家人很高 因為他們都不擔心 現在這個地點是立法會的示威區 出現了一些公司林鄭月娥的一些編舞 那也都看到,這個是立法會示威區的,立法會的入口已經封閉了 雖然這個立法會方式警示已經今天,即是6月18號的下午2年已經解除了 但是看到一些公眾入口是封閉了 那它叫做降板呢,就是做一個公眾的樣子 那看到呢,都會有很多不同的人士呢 6月18號的下午,依然在這個立法會的示威區集會 那根據剛才訪問的一年輕人說 這些集會呢,其實他們就稱之為是一個野餐的行動 那一年輕人就有說呢,就說這個野餐行動呢,會繼續下去的 就算今天這個林鄭月娥,即是特首林鄭月娥出來 開了記者會,向全國市民道歉之後 也有很多的市民繼續在這裡說呢,就說野餐行動會繼續 那剛才也有問過呢,那個物資站的一些負責人 他都是年輕人來的 就說這個物資站呢,是會長期這樣設立的 那他們呢,都會打算呢,長期在這裡呢 做一些野餐式的集會這樣設立的 會看到呢,是很多三五成群 看到呢,很多都是自發來的 並不是說有很大規模的保證 也都暫時都不會 就是暫時沒有看到有民主派的立法會 是在林鄭月娥的記者會之後呢 出來跟這些集會的群眾說話 但是呢,這個天主教團體呢 是長期呢,都有不同的教會神父啊 成績人員呢,是來到這個示威區這裡的 也都是有一些的民間團體 是在找一些的青年小朋友的地方 謝謝